7月10日,男子在上班途中与另一摩托车发生碰撞 男子被撞到在地 之后,男子迅速从地上骑身 捂着胸口往一旁的树荫底下走去 随后躺倒在树荫底下 事发后,男子被立刻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经检查 这场事故致使男子树根肋骨断裂 目前还在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中 网友看完后都忍不住调侃 在天热面前肋骨断裂好像也没那么痛 7月11日,一高档商场上价1049元美金的某品牌荔枝 该荔枝代销商李女士介绍 这种品种的荔枝因产量少品质好 在2002年曾拍卖出天价55.5万元一颗 被誉为世界上最贵的荔枝 一斤有16到18颗 从一斤80元到180元,280元的都有 品质更好,价格也就更贵 最近,一只金毛犬健身月寿石金趣闻引发网友关注 据了解,小狗因为爱偷吃食物又不喜欢运动 导致体重超标,平时也不和其他狗狗社交 因此主人请私教帮助小狗找回自信 目前市场上为宠物请私教的现象已屡见不鲜 许多养宠人士也愈发关注宠物健康问题 嗯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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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近日,一位患阿尔茨海洛症的87岁老人 行犬波比秀过老人在等老和鞋之后 开始搜寻 搜寻现场地形复杂 波比搜寻几小时后 在一个山坡附近发出市警信号 民警最终找到了失踪老人 目前,老人生命体征正常 杭州的00后小张是今年的英介毕业生 租住在杭州渔航区 近日,他收到房东的消息 提出来给他换掉全屋家电 一问原因竟是因为他的电费太高 一个月达到了七八百 房东看不下去 所动提出给小姑娘换掉高年号家电 皇友,这样的房东侠我怎么遇不到 我下班回家 我房东突然就有发消息 因为我的家里电器全换了 我当时都惊了 我当然不可思议 听说他的杭州还有很多的房子 有30多个租客 当时真的收到这条信息的时候超级惊喜 就是真的感觉是我的幸运 运到这种皇东 是我的幸运